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节 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首相来看 掌面厚重饱满 手指非常的调达粗壮 这是典型的土形掌 土长人的稳重传统 比较喜欢户外和大自然的 做事重信誉讲诚信 而且无论是在感情 还是在事业当中 职场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也是一个典型的实干家的特点 富有探索精神 土长人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强健的一种掌型 无论是对于男女来讲 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 这个兽型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我们可以看到 手指调达饱满 四指严丝合缝 能守才致进退 指度非常的饱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指的形态也不错 这个特别是到右手 小指过三关 到晚年不愁吃喝串 跟子女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尤其是右手 小指更加的修长一些 这个左手为先天 右手为后天 这个说明到晚年的运势 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掌面来看 掌面厚重饱满 手指根部的掌丘 这个非常的高拢饱满 就像三个小土包一样 这个古代橡树讲是 三宫饱满 福运深厚 这个福运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我们注意到 这个食指根部 这个是正裁位 这个是穆星秋所在 穆星秋饱满高龙的人 做事呢 自信有活力 这个有报复 这个事业心也比较强 同时呢 也是传统手样当中的 一个正裁位 是训工所在 说明正裁很旺啊 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 而且呢 能够有所突破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太阳丘也是饱满啊 对艺术呢 是充满浓厚的兴趣 并且呢 有积极的正面的 正能量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小指根部的水星秋 也都不弱啊 这个代表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能够靠口吃清素饭 而且呢 小指水星秋不满 钱财术文呢 对商业和金钱方面的 嗅觉比较灵敏 同时也说明 偏财运也不弱啊 这个牌出账手机不错 而且呢 时常会有一些偏财入账 但是偏财呢 有风险啊 这个不宜长久去沉迷其中 这是这个一个 需要注意的点 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金星秋呢 非常的饱满高龙 左右手都是如此 金星秋饱满的人呢 运势根基非常的深厚 体质加精力充沛 那么有一个好的体质呢 才能够去求更大的发展 那么只是有一些过犹不及啊 就是说金星秋太过饱满高龙的人呢 很容易在物欲方面 欲望方面稍重一些啊 切勿沉迷情欲 损好福报 那么同时呢 金星秋范围也是开阔 为人慷慨大方 人缘家 从这个 这个事业线啊 从这个太阳线伸长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越到右手太阳线越长 说明呢 越到这个后天的话 这个人缘和人脉方面是越广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虎口火星球也不弱 代表呢 能够有勇气面对困难和挑战 那么左右手都是如此 而且呢 这个敢于迎难而上 突破这个 自己的这个舒适圈啊 能够进入更大的一种发展的一种 这个情况啊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也符合土长人的特质啊 土长人呢 富有探索精神啊 而且呢 这个对面的第二火星球也不弱啊 这个是代表正义感和道德感比较强啊 即使是自己多付出一点辛苦啊 也不会为了一些迎头小利啊 这个走外门邪道啊 是一个非常传统正派的人 这也符合土长人的特质 月球也饱满了 月球饱满的人呢 注重精神世界 想象力丰富 创意十足啊 比较有艺术气息 这是掌球啊 我们来看这个文路啊 文路的左右手对比来看呢 右手的文路更加的清晰 开阔一些啊 说明呢 后天的目标啊 更加的清晰啊 那么左手先天来讲呢 还是稍显迷茫了一些啊 文路的稍显浅淡 我们分别从这个流年来看一下啊 这个首先看左手先天 那么脑线跟生命线呢 粘贴也稍长一些 处事偏保守谨慎 做事计划性强 人生路呢 会走得更扎实一些 不会说是像船长人一样 大开大合的个性啊 敢于场 给这个容易仓促行事犯错误 但是呢 还是偏保守谨慎的一些 符合图障的那种特质呢 在职场和事业当中呢 会错失一些机会 生命线初期呢 还是见导文和锁链啊 这个调板的早年呢 体质倒是一般了 那么同时也说明了 一些横文的干扰 也说明早年运势一般啊 那么分离处呢 还是见一些小的导文啊 这也是 左手都是如此 右手呢 也见一些邪文的干扰啊 所以说这也是 人生啊 脱离人生 这个独立的阶段啊 脑线为人文代表自己啊 生命线为地文 代表人生家庭和根基啊 分离处呢 也就是出入职场 出入社会打拼的阶段啊 会吃一些苦头 交一些学费啊 那么之后呢 生命线慢慢的加深啊 慢慢的加深 而且呢 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右手呢 纹路是尤其的深刻啊 说明运势来讲是 后天是慢慢的渐入家境啊 那么先天来讲 30岁之前呢 还是见一些 比较低迷 比较迷茫的一种状态啊 纹路稍浅 脑线呢 对比也是如此 右手呢 更加的深刻一些 那么我们注意到 从这个 整个纹路来看呢 那么右手的这个事业线呢 尤其的笔直伸长啊 并且呢 冲破了脑线 能力观啊 冲破了感情线 情观啊 这两道关口 那么形成冲天文啊 事业方面的格局不小啊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越到右手 越到后天呢 在事业方面呢 是越能够啊 越走越顺啊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种先苦后天的命局啊 大气晚成的一种首要特点 尤其我们注意到这个 右手后天啊 这个还形成了一种 非常吉祥的符号啊 这是太阳线啊 左手的太阳线也不弱啊 只是说到了右手呢 太阳线更加的伸长了一些啊 太阳线的话 说明贵人运不错啊 能够出行御贵人啊 并且呢 左手呢 是双太阳线加持啊 说明在人缘人脉方面是 非常的善于积累人脉 到右手后天更是如此啊 这也是形成很长的太阳线 形成这种 也叫成功线啊 再加上事业线笔直深长啊 这个财运线也成型啊 只是稍见断续啊 所以这三种纹路啊 组合是非常不错的 叫霸王线啊 是一个非常吉祥的纹路组合 无论是在财运 还是在这个人员方面 还是在事业方面呢 都能够有不俗的成绩 这是霸王线的加持啊 只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 财运线呢 还是建一些断续啊 财运还是会 特别是先天来讲 35岁之前呢会财运方面建一些动荡 包括正财本职工作呢 也是建一些起伏啊 财运是时好时坏啊 建议还是补充财库 把这个财运给催磅起来 能够稳住财运 这是一个注意的点 包括这个到了右手后天 我们注意到这个财运线呢 还是跟事业线啊 以及脑线和生命线 组合成那种元宝型的财库啊 就是在对于男人来讲呢 在事业方面 在财运方面 能够有所突破的一种信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感情方面啊 感情方面呢 这个在早期呢 在感情线呢 还是建一些斜文的 咱们的侵扰啊 这个早年呢 还是有一些犯行商的经历 特别是在这个感情线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这个后天来讲 会慢慢的从这个35岁往后呢 会慢慢的稳定下来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脑线和感情线之间呢 有一条这个连接线 这个是有一些比较注重事业 这个有一些忽视家庭 忽视家庭婚姻 建议还是平衡一下 因为这个一个人生 完整的运势来讲啊 就要照顾到婚姻的稳定 也要在事业上披荆斩棘 这个是建议 还是要多花些精力 在家庭和婚姻方面 婚姻方面 事业心还是偏强的一个人 这整体来讲是如此 我们看这个后期啊 这个生母线和生母线 左右手都出现这种旅行纹呢 旅行纹呢 并不是代表在外旅行的运势 更多的意义是在于 比较适合在外闯堂发展 在外面安家立业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纹路 甚至有出国发展的机会啊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纹路 叫旅行纹 那么生母线尾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尾端后天啊 有一些小的三角纹路啊 从流年看 基本上在68到70岁左右呢 见一些疾病的侵入 这个时候需要多注意的 这个身体的保养 本身呢 也是属于这种 失业心比较强的人呢 还是至于劳逸结合啊 不过过了这个坎之后 生母线尾端绕手腕啊 这个晚年可享高手 并且呢 这个小纸过三关啊 晚年的运势 还是能够跟子女缘分深厚 能详子孙符啊 这是整体的一个手段分析啊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桌上 这些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券